我们这个水培番茄啊,如果再不给大家讲的话,就马上要结束了 你看现在就剩下这顶部这些果子了,下部分都没有了,直接前两天又给老爷子打了一下 如果大家想模仿我们就是种这种水培的番茄啊,或者是瓜果呀,水培这些话呢 一般建议啊,最好采用这种浅叶柔子栽培模式,它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,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因为水培啊,它主要是解决一个水分和氧气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涂抹根系,来给大家一起讲啊,一看就明白了为什么要用浅叶柔栽培 用,看一下这根啊,现在是没有上水,没有上水的时候你看,这根下面啊,它是没有水分的 有时候很少的水分,这样这个根呢,你看任何一个根呢,它几乎全部是在这个空气当中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盖住以后呢,它就在一个黑暗的湿润的滑泥当中,它可以吸收空气当中的氧气 然后等着就是,开始供水工业的时候呢,这个根系呢,它又可以吸收水之中的氧气和氧分 这样的情况下,它就彻底解决了氧和水之间的一个矛盾问题 然后这个挖过来,它能长得更好 为什么不建议推荐大家用深夜流呢? 因为深夜流,它这个根系需要的氧气啊,完全是容易水当中的氧气 那么,水当中氧气这个溶解量,受温度的影响 包括呢,受循环的时间长短,等等一系列方面的影响 所以它氧气供应这方面还是一个问题 而深夜流这块呢,就会很好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,有时候我们做水培切果类 一般推荐,用前一周栽培的一个优势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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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